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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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十幾歲的時候 雖然我功課很爛 可是我非常確定 我不要回家送瓦斯 我非常清楚我要幹音樂 我並沒有覺得 我自己跟二十幾歲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除了我的肉體衰老 可是我跟我二十四歲 那個李宗盛 我對那個生命的渴望 或者是對小妞的渴望是一樣的 是吧 我仍然是那個李宗盛 絲毫沒有改變 反而變得更大膽 對我來講是一個 滿有意思的一個發現 原來我還是那個 我人生並沒有因為我經歷這些 大家所看到的而變得 我最近才寫一個歌詞這樣 我說其實我們都並 我們都未能成熟 就已然老屈 其實人很難真正的 mature 你的定義是什麼叫mature 別傻了 人最好不要成熟 對而且也很難成熟 最好是保持那個狀態 一直到老 彈就好了 音樂人的工作跟責任 就在用他的talent 來記錄每一個年代的情感 我大概無法全然地描繪 這個年代所發生的事 那這個工作會由他們來完成 因為每一代有每個年代的審美 這個語言對話的方式 所以像我這一代的音樂人 已然完成我的任務 因為字幕尚打和音樂人 夜拍了 自己明天 Christmas 下午後 可是音樂人 也盡了 你還沒我 simplified 你也是